匹夫处子,不相与蒙 此时的曹操无比愤怒,因为自会蒙以来,蒙军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干掉董卓 可是八路诸侯却各怀鬼胎,致使董卓逃往了长安 而自己处心积虑,骗取了孙坚三千惊奇,想要抢回天子 最后竟被吕布埋伏,差点丢了性命 曹操痛斥诸侯们,名为伏汉缴贼,实际上都是在谋取私利 刘备觉得曹操说得很有道理,并接着开喷 说我三兄弟自会蒙以来屡历战功,可不但没有得到任何犒赏,反而被处处刁难 今天刘备也斗胆问一下袁氏兄弟,你们二位是想除贼服汉吗 还是想借除贼之名,趁机略取天下呢 所以我刘备宁肯落入曹操,也羞于而动 随后,曹操拉起刘备的小手一同走了出去,表示再也不跟这俩傻子完了 此时席上只剩下了袁氏兄弟和江东孙坚 孙坚也趁机表明了自己的失望,说我老孙一直充当着先锋,破白马,战虎牢 但你们却拒绝不给粮草,现在自己要回家养伤,不完了 听闻孙坚要走,袁树马上撕下了伪装,想走可以,但宝贝必须留下 原来,孙坚是诸侯中第一个攻入洛阳的,他本以为董卓西去,洛阳一毁,自己只得到了一座空城 不料,就在这一片废墟中,他的步将成谱,竟然发现了一个人人际余的大宝贝,传国玉玺 孙坚吃惊过后,难掩心中之喜,而小霸王孙策更是接过玉玺,大声说道 恭喜爹可以称帝了 拿了玉玺就敢称帝,小霸王的智商是真心堪忧 孙坚刚想要接过玉玺,却被小儿子孙权给拦了下来 可惜孙权的提醒并没有得到孙坚重视 因为此时手握玉玺的孙坚早已幻想着用他变出百万雄师为自己争夺天下了 所以当原氏兄弟要强行留下这传国玉玺时,两边瞬间剑拔弩张起来 可惜孙坚早就做好了准备,这场本该势均力敌的斗法 由于袁绍的粗心大意陷入僵局 而孙坚的武力值明显高于袁绍,刀很快就架在了袁绍的脖子上 请原盟主讲清楚,我孙坚有没有藏匿传国玉玺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我孙坚是不是妄图称帝的国贼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好,那你以后如何对各路诸侯解释 我就说,孙将军战伤复方 隐兵回江东养伤局的 随着孙坚率兵离去 这个因讨伐董卓而集结起来的联盟 在这一刻彻底土崩瓦解了 第二天一早 蔚来位,属,吴三国的奠基人在一处路口喝茶道别 曹操感慨下次见面不知道是敌室友 孙坚当场表示,无论未来发生何事都不会和另外两方为敌 刘备则说 只要是忠于大汉之人,便是我刘备之友 只要盼汉猪贼,不管他是谁,都是我刘备之弟 而曹操预言,只有自己三人堪称英雄 要不了多久,祝侯之间就会拼得你死我活 随后刘备三兄弟率先离去 曹操则向孙坚送出了一句忠告 说不管他是否得到了传国玉玺,都要明白 此物并非福气而是祸害 元术元少皆有君王之志,无不贪恋此物 你得到的只是一块石头,却可能树敌于天下 果然,日后发生之事真正应验了曹操所言